人的修飾 危險的事情 無限制度來 他就認為他要這樣做就要這樣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公務人員 跟這個名義代表 他們有說 因為 國會 佔四分之三 所以說 完全 執政要完全負責 他們比較好人發出來 但是有做到嗎 沒有做到 因為 較好的法案 根本就不會過 他們所通過的 都是怎樣 都是剛才所說的 要 掏空國庫 掏空國庫 要做 有選舉的 考量 他們 最近 幾天前 他們 通過一個 的 離島啦 高通啦 要補貼多少 百分之三十 大家知道嗎 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 買票的 沒有做什麼 行為嘛 他們這些 公務人員是 佔到什麼 他們自己 佔到 專制 我們自己來 列一些條款 來製回 我們跟 什麼 大家說 舊油公司 電力公司 國 有收集的單位 都自己 列一些 好坑的 有的 小菜 對嗎 有的 都是 舒服的 事情 啊 台北市的人 都這個感受 我 現在是住在南部 但是台北市我住了五年 我開車來台北市 有當時就 就 停在 禮拜 禮拜六禮拜日 上頭說 五山會停你啦 我們就是說 那就是 台北市人這樣說 我們五山跟他停看看 我去看你什麼 啊這就是什麼 前行 我們會了解說 他 收下出來 公告 這樣寫 因為 他拖車 保護 司令 啊公告是公告 啊 拖還叫拖 啊我們老伯是要怎樣 啊你就要用車 你要把車 我放在那邊 被拖 啊這如果是乖乖乖乱乱乱乱都行走 喔 所以 你這種 那樣的,國單位,我們創總理也有說過 國單位,我們的法官,他都分到 這就是看不到的好處 所以,我們會了解說,公民人員 跟他第二點,跟這個名義代表 他是感動的 但是感動的變成什麼 智慧啦,自己設一些條款 自己來有好處 這都是什麼 這都是完全執政要完全負責 再來第三點裡面 他說就是 公民人員的法務法的問題 就 民上的人說 依法行政 如果 碰到他的事 都怎麼樣 說 大法官解釋 你是違憲 你是不合理的 我們會覺得 民上的人 就違法 這些公務人員 上行下效 他們怎麼做 民上的人都可以這樣 我們人都不可以這樣 這就是屬性 他欠的健保會 一直不高 我相信 我們上一期 健保會 他們的計算方式 他們就去採用 現金基礎 來做 財務的計算方法 因為 有前者基礎和現金基礎 他們就是用 現金基礎 我就沒收到 現後就要多少 所以要開什麼 健保會 大家都要開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 我的想法 任務的意義 就是要怎樣 如果 台灣人的 總統 所推行的 好的政策 要自己破壞 這個政策不好 等於 自己要自己破壞 讓老闆說 我們要健保會 一直去 一直去 事實上 他們應該不夠了 大法官解釋 都要怎樣 要有他就不夠了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這樣公務人員 我們要遵守 那個做什麼 公務人員的法務法 一定不可能的事情嘛 在臉上就這樣 我會比較 那是 這個現象嘛 所以說 我們大家會 會看出來說 如果 這個要做什麼 吳鳳山這個 檢查委員 如果說 他拿名 他來做這個事情 就是 發生這個問題 他 官經去 立法院 去改善 去做 應該做的 好事才對 如果 不 他 怎麼 怎麼 可能 他只想說 我對人民有一個交代 留一個好的名聲 說 以前 我在什麼時候 我就發表這個意見 就 他這個也沒辦法 可能 我的生活 是這樣啦 所以說 大家 我聽 兩分鐘 大家看有什麼感想 大家來 探討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們就繼續 我們來進行 我們本處 我們回家 制度 和這個 內部 控制的問題 的探討 看大家有什麼意見 大家有什麼意見 我想還是 那這樣的話 可能會問得不晚 不好意思 等一下 我們可能 那個林秘書長 他 可能也有開放給 我 我 我們現在就是說 要讓大家了解 說 這個議題 跟什麼 有什麼關係 沒有 我們第一 跟什麼 跟財務 預算 相當的 相當的關係 所以我接到 顧問和何總監 我認為 請說 這一次大家來 溝通一下 好嗎 他說好 所以說 我們 開始的時 來 來 探討 我看 我們 好 我來 補充一下 我來 補充一下 之前我告訴 我們 我所看的 公務員 大部分都是 割山吃山 割海吃海 吃人吃天 所以才會這樣 這篇文中 說得很貼切 所以說這篇文中 我原來有 他發表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 我有放一本 桃園區來在那裡 我放我本來 本來租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的時候 黑白色的那個桃園區來 不知道誰拿去看 看一看這裡拿到回來 另外這本來 在這裡桃園區來 在這裡 大家流傳一下 這裏有說 這裏有說 這個公務員 國民黨的貪污和什麼程度 我這裏這裏有那個堂 大家現現的 現現的就知道說 我嚴重 貪污和什麼程度 我很嚴重 中國文化就是貪污 五千年不再改 這本是 說桃園 我在桃園 做局長的身 觀察到的 這 公務員怎麼吃人吃天 外負擋 公賤的 公賤的 賣一張錢 六萬六千塊 一張錢 這三千塊 叫我去外 的時候 也還花三千塊 這六千塊而已 叫它是六萬六千塊 逢中六萬出來 要錢從哪裡去 都從這裡噴一噴去 看得到都噴到了 這樣 這一點嚴重的問題 我補充一下 就這樣 很感謝我們副總理 這個補充 我們會 會 了解說 我們人民 高的 火灌的錢的水金 都很浪費 這樣 呼籠一下就好 支付 所以 我們 在這 大家 要來受訓的 目的 就是 自己 每一個人 都有 自己的責任感 以後 你 來 執行 公務的事 你有去想到嗎 而 這個問題 希望大家 要去心裡 不可以說 我們林秘書聽說 阿拜 兩個政府 大家 都在看 我們的政府 民政府 是不是 做到 公平正義 所以這一點 大家 來共勉 阿 阿 阿 最後 啦 這個 阿 這個議題 我要說 一個 重點 如果 台灣 總統 所作的 會 決定 都 現在的政府 都自己 揹個 南 故宮分院 這是一個 很大的實力 發展 南北平衡 發展 地方 觀光 應該 政府 要付 很大的決定 但是 這是以前 政府做的 我就幫你揹個 我看 我們 如果 南部 爬起來的 鄉心 都 寄在心裡 這就是 什麼 這就是 說 因 那是 我們 台灣 的總統 所做的 好的政策 都 跟你 出問題 讓你 不會去 執行下去 還是 根本 就 沒有要 插小禮 所以 大家 拜 我們在 執行的時候 做 公務人員的時候 要去 心裡 要去 我們 要讓 人民 感到 滿意 這樣 民政府 會 一直 重大 下去 以前 林秘書 聽說 有兩個政府 一個 是 民政府 一個 是 流亡政府 存在 這樣 大家都 要 用心 那 有心 一定會成功 好 我這個議題 結束 我們現在 來進行 我們 今日的 可能 時間 的問題 我 可能 會 講 個案 這個 這個 補修 跟這個 討論 我可能會 講到這個 後期 國際財務報道 整齊的概念 可能 後期 再來 看時間 狀況 來 講 這樣 我們現在要說 火價制度 的重要性 啊 火價制度 火價制度 是 啊 咱是 咱是 在這個 一般公認的 會計原則 跟其他 法 員的要求 之下 國企業機關 啊 甚至於 集團 來報 設定一個 會計判 和會計 建設 方法的選擇 那麼 在不確定情形下的 估計處理的 啊 一些 啊 作為 這就是 我們火價制度 啊 我們大家在想 啊 什麼叫做 啊 我們現在沒有了解 什麼叫做 一般的 公認會計原則 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 我們可以說 第一就是 企業個體 企業 我們這個 會計 是這個 企業的 作為 這個 集團 還是這個 地方的 政府 還是 這個 國家的 政府 都是 為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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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等等 會移 definit 這個 繼續 經營 這個 假設 這個 這裏 我們要做 一般 一般 公認的 以及 經營 銀利 一支 思念 上 就是说,一月抽一百块, 基地消泡,到十二月三十月,还是一百块 货币一次,这个完全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 在买的是,我们是用 一大,还是一公斤 这个是个体,这个就是货币单位个体的一些假设 再来,我们所说的就是 文件原则,成本,效益 原则,这些 都是我们所说的,一般公认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现在再来说,学家制度 影响 我們通常說,我們現在會考慮多少 看報表,是這上的 有的說執行長、財務長 這兩個人,他們一天都要報表 好像說,我們要做一個禮拜 或是兩個禮拜,或是半個月,他們都要看報表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他們會馬上知道我們現在的經營的性質是怎樣 所以說,如果我們回到這個地方定好了 會影響這個骨質,骨質的品質好壞 如果可以說,我們這個回家制度 如果定要好寫 如果我們這個單位,未來的這個經營的 生存的價值 我們再說,回家制度和這個內部控制重要性 那麼,我們現在要說 控制是內部 我們這個控制是 我們氣壓內部機關 對財務和營運上的 資歷的職合的過程 幹部的就是,也就是我們監督機關 來這個內部控制 我們就是監督單位 對會計政策的落實 那現在我們來說一個會計政策 什麼叫做會計政策 我們那個公民法案 我們有定出來預算 我們達到 那麼,我們如果有一個政策預算 不能低於百分之三十的 日本比,我們有定這個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可以說 我們的會計政策 我們定出來這個 我們就要用這個方式 來做效率 跟效果 來做落實 這就是要做什麼 內部控制 內部控制 這兩個就是 我們可以說是 密不可分 他重點 會計政策 是一個理想和標準 內部控制 是一個感動的過程 那兩個 是 我們可以了解說 他們 對 重要性 都有 現在再來說 內部控制 主要的目的 是要做什麼 舞弊 這個等於是 舞弊 是內部控制 很重要的 現在舞弊有兩種 我們有兩種說 財務報道舞弊 跟這個 努用跟這個 侵占資產 這兩種 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來看 現在 現在就是說 我們來看 財務報道舞弊 它就是什麼 管理階層 所涉及的 財務報道文壁裡面 有兩種 就是說 營餘管理 這是管理階層 管理階層的人 他受益 說 你 要怎麼去調整 這個 這個 處理 會開的人 就去調查 調整這個處理 這個就是 他 通常 叫做執行長 跟財務長 看他的營業好壞 他的年薪 跟他的獎金 都是在看他的 紀念的營修好壞 來做判斷 所以說 他 治匪 會開手的 伏計人員 伏計人員 會接受 來做這個 叫做 營餘啦 來調整啦 要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收入管理 這就是 這就是 我們 我們 第六次 拿出來說 說 那個 那個 我們 健保會啊 為什麼 他採用 現金基礎 的入葬方法 是 世界上 現在世界 先進的國家 都採用了 全責 基礎 這個全責基礎 我們 實際上 我們健保會 應當 還是能夠 不掌 不增加人民的健保 費用 還可以再維持 運作 我們只要把這個 那個官員的回扣 或是一些 稍微支付的制度 稍微改變 那可能 我們可以再經營進去 他們不是啊 他們現在 主要是要 北施我們人民 給你們 大家都是 怎麼樣 赤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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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對了 北施大家 這個 我們現在 再來說 第2位 努力和 侵占資產的舞弊 這 我們很清楚 大家說 全世界一個政黨最好的是誰 中國國民黨 他都是什麼 都是用這個方法 他就 你怎麼 跟你說 某個單位來照 照幾年 還說 公公的 好了 管給你 他們政府 都在做 這 爸爸 都給他們的財產 所以 這就是 很典型的一個例子 這就是 內部控制 控制的目的 檢查單位 如果 我們是 沒辦法 所以 這 我們 會 很了解 這就是 內部控制的 目的 這個 內部控制的 方向 內部 切施的 方向 我們現在 就要說 這個 有別的方向 來源 有三個 動機 這個就是 是 啊 那個 啊 誘因 跟這個 壓力 當然 咱這個 啊 可以說 管理人員 跟這個其他人員 是故意的 啊 故意 還是 又遭受一些壓力 啊 犯罪 這個壓力啦 很多種 本身自己 他 啊 可能 他貪五萬塊 要花十萬塊 啊 當然 他一定會發生 這個 股幣的現象嘛 或是民政 交代 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 我一直 感受就說 我們的行政制度裡面 裡面 都是 無法說 啊 內部控制的 真好的 的政行 就是說 我的看法是說 因為 今天說 我 那 哭進去 啊 水母機關 我一輩子的升遷啊 都是這個 水母機關的體制下 的升遷 人 無法說 我水母機關 我來跳來做 警察機關 警察機關 我來跳來做 學校 這都無法 因為這樣 很嚴重的 一個 這個 等於是一個 匠缸裡面啦 把這個水母機關裡面 就是一個匠缸 啊你 在這裡 要升遷 民政說他 你就說他 你目指跟 心理跟頭腦所心的說 這就違法的 要怎樣 啊 啊這就是 別理政 事情嘛 你不聽 啊你靠一拼的嘛 所以這是 很嚴重的 那 我們的行政機關 有法 打破 打破 這個制度 我在這裡 水母機關 我做兩年了 還要去送信 我又來 給 牛頭 啊來 這個 要做 請法 我來做 警察機關 我警察機關 做兩年了 我又來 進修 又來託竊 我來 學校機關 學校機關 做三五年了 我又來 其他 電影機關 那這個 體系的輪調 受信助度的培養 學校機關 可以打破 這個 匠工文化 這樣 民眾的人 你就要好好地做 如果不做 我 不會建造水母機關 我早來去台單位 我幫你指揮 學校機關 一生 我們的生活 不會去 這個 啊 這個 算是說 水母機關的 那個 算是說 他的主管 控制條 我們說 像這樣 漁文就沒有了啦 沒有那個漁文的了啦 所以 我們這個內部控制啦 實在 很重要 很重要 我們要打一打這個 所以說 大家 好好地 去探討 這個問題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壓力嘛 民眾的壓力 叫你這樣做嘛 你如果 那 漁文說 這不是我的事喔 他敢有辦法騎進去 又去 台北市政府 我們 膝蓋的 無事 如果知道 一定沒有的嘛 所以 給大家探討 我們再來 再來看 這機會啊 啊 真重要啦 這就是什麼 這就說 環境啊 提供給管理階層 跟員工 有犯罪 舞弊的機會 因為 如果沒有這個機會 那個國單位 都是在牽涉 如果沒有這個機會 根本 不可能 我們以後有一個 啊 探討一些 實力啦 啊 接過來 啊 說明 啊 我們會了解說 態度 啊 跟這個合理化啦 我們這就是在說 一般 以前就是這樣 啊 因為 我們 一般的 做 我們 台灣人 沒有這個政規 大家 接政 大家 很高興 啊 這的人 進去 國單位 啊他說 啊 這你要領啦 他說 啊這怎麼 我要領 啊 我們 創總理也說過 他說 我這 去跟他講 那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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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啊這我沒有領 這 你 你沒有領 你得罪到人了 他才不會 報銷你啦 我 在學校 很久啦 欸 連燒會啊 我以前我都入圍 參加這個連燒會 啊我參加很久的 欸連燒會以後 大家 欸 國單位的主管啊 僅兩萬塊啦 啊 造車子在那 大家都在那 啊你說 啊這我 他說啊你這就是 這位就是 這位就兩萬塊啦 啊這就是這樣啊 啊這有報銷嗎 沒有啦 沒有報銷啦 這都是自己來報 這樣 收支平衡就好了 類似這些 類似這些問題啦 類似這些問題啦 這都是誰 這不是說 這不是說 合理化啦 合理化 事實上 哪 哪發票的 都不是合理化 應該說 你付給什麼人 我沒辦法這個政績 啊你證明 他證明 還有他證明 啊這應該 可以接受 現在不是啦 說這種的不行 要去拿法票 條工 創一個含字給你跳 啊 條工創一個含字給你跳 你跳下去了 哇 民進黨的官員 都有事情 都有事情 一般 麻糟就看 說 這 這就是這樣啊 要給大家 這個 我們 所說的 是這個 情形 我們有在說這個 我看 我們就 跟 好啦 我們來 說這個 個案 探討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報答案 我看 我們大家應該都 有聽 聽說這個 這個 事情啦 這就是 我們 第一的 報答案 跟美國 安農案件 是 一樣的 例子啦 啊 主要 是在做什麼 啊 我們在說 做假賬 掏空 七十億 那麼 因為 他這個地檢使 啊 說違反 啊 政權交易法 啊 九項罪名啦 判這個 啊 月書輝啦 啊 31名被告啦 那麼 那麼 來 破行 告 法金 那 這裏破 二十年 美国 安農法案 因為是 這裏正行 因是破 啊 二五年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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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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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二年就出來了 來那 只要十一二年 貪七十億 這樣合算不合算 所以 這要給大家貪通 問題就是什麼 因為法律都必須要給大家公平正義 要給大家做公平正義 實際上有的為他做假葬 把頭主委自己去主宰 有的生活不在過 很有主力 這些帶來的社會上的負面 是很嚴重的 這就是什麼 我們再看下去 我們就會了解說 這都有關係 那算是 我們要做些道具 他會給大家看 各項各項 各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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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講這裏 好了,我看這裏沒有做這樣。 那泰語就是海外洗錢啦 用海外洗錢的方法 就是內線交易的方法來掏空 現在我來看黎巴胺好了 我看這個黎巴胺 人家說官員都沒有判送刑 所以讓人很疼心 這裏是什麽? 我們等於 今天主題還沒說以前 我們分這張一樣 那個公務人員根本 他們就是 對我有好處的 我跟你放手 對我沒有好處的 我斤斤計較 所以說 我們來看這個 他這裏就是 他這裏是大型 價位性的金融犯罪案 他那裏的立霸集團旗下 有什麽? 金融業就是中華山雲 票件 立法票件 保險有人產物 和加實化中國立霸亞太固王 那麼 邀國五 讓西社的主公司交叉持股 集團的複雜 加上金融監督機構長期嚴重失職 金管會 金管會的成立 我看這些 有關係 因為 太大太大的病 說這樣啦 我們趕快 設一個金管會來管理 不然 父母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 會了解這個情形 我們現在再來看 這 只有五間 上市掛牌公司 掏空的 總 負債 多少 2469億 你看 那 如果要叫土地區來採現金 我在想 不知道要幾 幾十 台土地區來採 大家 看這個 很嚴重的 這個問題 讓大家去 這個問題 大家去思考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說 我們 會了解這個情形 因為這個資料 這可能 公開資訊完的光特站裡面 去查出來 你們大家可以去看 看 犯罪的模式 我們 這可能 我們要了解說 我們要了解說 預付款 預付款 大家應該都知道 所謂預付款是 預付款是 要 要不要告知 或要不要發生的情形 我們先付出現 叫做 這個 預付款 這個預付的款項 列出為 列出為應收款 這就差很多例 我們應該付出的 他現在把歷刀 應該收的 這就是什麼 會計科目的移植 我們高價設備 我們超貸 做假交易 這都是 叫做 五軌搬運的方法 五軌搬運的方法 我們再來 他主要 沒有幾年中間 我們可以說 他就是 立法集團的模式啦 他的步驟就是建立金融和工業 帝國 和紙商公司 來作為 持股 有賺錢的 都把它 切割出去 那麼 陶公主經 外逃 那 最主要的 這幾點啊 我們要 了解就是說 這就是 我們的文化嘛 我們有看到新聞報導說 黃佑鎮 黃佑鎮要出去以前 還去到什麼人打招呼 這樣 我們大家 很了解 這就是什麼 我們的內閣議員 內閣議員 這樣 他要怎麼處理 槍斃嘛 這個必須很嚴重 這個 這個問題 好 好 我們來說這個 我看 我們會了解 跟 中華這個 都成財政 股東 殖壓 這個 負債比例 跟這個關係人 都 都是 抵押過高 這哪是這個問題 這 這都是什麼 官方 來 掩護之下 又 專業的 會計師 違背他的良心 違背他的 執行業務 道德規範 做出來的 這個 應當 是 很要不得的 我本身 也是專業人員 我認為 如果像是我們 我們絕對做不到 但是 你可能就不會做到他的生意 這個是事實的 好我想今天 就報告到 到這邊 很感謝大家 我想 是不是 我們 那麼 我們 要再 補充一下 我來補充一下 給大家參考 剛剛談到伯達岸 伯達岸的 葉樹菲 是林華德外遇的對象 林華德外遇 因為林華德是我的師兄 大師兄 我們都很熟啦 我大二就認識他 然後呢 他的太太 我們都認識 他們太太 很鬍子很鬍子 跳樓自殺 他說因為他是 猶豫症跳樓自殺 因為他外遇 我感覺說 葉樹菲家族 有價位 跟林華德 因為林華德跟李電費管理很好 他是李電費基督的 普通學生 這個案件我是補充一下 就是說 後來林華德當然 有了那個 關鎖案 有判刑 再來說 這個 立馬案 立馬案 在1989年的時候 198889的 社群中 絕對不能成立大銀行 一次開銀行的時候 是財團跟很多人開銀行 不是 銀行家開銀行 一定會發生很大案 我當然不知道股貸案是什麼 一定有很多 有關 金融的大案 讓我們的總體經濟 受到很大影響 立馬案 王佑鎮這個案 是很大的 2000多億 幾乎政府沒辦法承受 最好是我們金管會的主委 叫做施俊籍 那是蔡英文的 得利的財經的駐守 他做 經過的主委身 一直說 立馬案沒有問題 立馬案沒有問題 我後禮拜的時候 就發生問題了 按照得利 他應該知道 這個立馬案已經有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叫 檢察官 簽段說 要把立馬案 所有相關的人都禁止出國 出境 結果沒有 他一直在暗截 一直替他暗截 但是這種人 剩下的你把它重用 財經專家 你把它重用 所以我覺得 將來我們的官員 一定要有匹立 剛才這種事情 他主管官署 他最重要的事 他就要把 簽這個庭 禁止 相關的人員 都不可以 出境才對 這樣 我們就能出份 那個 王佑鎮 以海外的財產 就要把他拿回來 你來 拿來新盤的時候 你變成說 官商高級的時候 很多高官拿到好坑的 所以把他跑掉 把他跑掉 他都拿不回來 都拿不回來 這問題就在這個 政政嚴重 所以我們每一個 有一天 我們如果是接政的時候 我們這個 如果是接政權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官員都要有 警覺性 要有警覺性 對每一個政策 他的利弊得失 都要感覺 都要有那個 feeling出來 還要防備 當然我們生利為主 再來防備 不能 不能減少 防備的作用 是產生 合理的 競爭嘛 結果是100個開 如果是不競爭的 美國開一個人 10萬利金就能開 300萬代表就能開 我們這裡是100個 我們是300萬代表 我們是100個 所以變成說 今天我們金融這麼亂 就是因為 我們 那個制度 不好 政治不好的關係 我做一個補充 謝謝 我們很感謝 我們總理的補充 好 我們今天 感謝大家 多多指教 謝謝 起立 立正 起立 休十分 換大家報告 電推 派他去 已經叫人來收事了 所以 不好意思 不然就 酒的辦公室開放 在裡面 但人家要強水 拜託 酒的辦公室 可以先去用 便室 要強水 謝謝 謝謝 給大家補充一下 我的桌子放在這個圖書館 將來我們漸漸從實施有關的書籍 或是研究報告 看見的時候再放到書架上 要看就有了 那本黑白我存幾本 我存兩本而已 放在家 如果輸了我再拿一本來 大家如果處理看的時候 大家參考一下 謝謝 今天報道的人 今天報道的人 有兩本書要給你餘勝利 找餘勝利 今天報道的找餘勝利 領今天的那一本書 今天報道的人 在餘勝利那裡可以領兩本書 在餘勝利 就算了 在餘勝利 一場 你給你一個先 給你一 ahead 下次決定 姐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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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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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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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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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